谢霆锋这天出席创业活动 提到日前他与吴彦祖,冯德伦,李灿森几位好友 以特警新人类的组合担任金像奖颁奖嘉宾 时封今年是电影20周年 实在令人期待是否有第三集的出现呢 其实那天我们四个一起出来 就是特警新人类的班底 其实是金像奖大会请我们 而我们四个也一直都有联络 其实我们也确实在慢慢地筹备 这个特警的第三集 对,其实今年已经20周年了 今年应该开拍不了,应该是明年 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群 特警新人类的群 但是因为我跟陈牧盛导演也在拍新的电影 所以要拍完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影才能开拍特警 另外讲到父亲谢贤当天一被颁发终身成就奖 田丰也有发文替爸爸高兴 感动 因为我记得我 就是很多年前 我拿了金像奖其中的一个新人奖 那一年我回去跟他说 你经常说你拍很多电影 你有没有拿过金像奖 当然在他那个年代还没有 然后我再拿男配角 我也放了在他面前 在拿了影币之后也放了在他面前 其实我本来是让他说上去讲台词的说 林仔你有没有拿过终身成就奖 对 那有没有跟爸爸真的去庆祝一下呢 没有 其实我们天天都庆祝 就是我觉得天天每天都值得庆祝 所以没有特别为了一天而庆祝 反正做自己喜欢的吧 这个年纪我希望他是可以享受人生的 爸爸说你现在赚钱了 自己拍戏都不收片酬了 有这样的事 这你还是跟四哥确认一下吧 香港报道